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配偶申请绿卡的排期已经前进到了2019年的3月 等待时间就只有两个多月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绿卡的配偶 或者现在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你只需要等待两个多月 就可以在美国境内提交i-485的申请 提交了i-485申请以后 你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等待绿卡 在这期间拿到AED和AP康报卡以后 你就可以在美国工作和出国旅行 如果你现在人在中国 应该也很快可以开始申请移民签证 在美国呢 光是华裔的绿卡持有人 就有将近百万 所以说找到真爱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为你心爱的他提交绿卡的申请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绿卡持有人 为配偶申请绿卡的步骤 绿卡持有人是Petitioner 在这里为配偶申请绿卡 配偶可以称为受益人Beneficiary 提交i-130的申请 在提交i-130申请的同时 需要提供证明夫妻关系的材料 接下来需要等待排期 排期到了以后 受益人就是Beneficiary 可以在美国境内提交485的申请 提交485以后 受益人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等待绿卡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I-130的优先日期 是I-130提交的日期 不是I-130批准的日期 如果受益人就是Beneficiary 在境外 那么等到130批准以后 移民局会将申请材料 转到美国国务院国家签证中心 就是National Visa Center NVC 排期到了以后 NVC会发出通知 请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申请移民签证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临时处理 Consular Processing 办理移民签证 Immigration Visa 受益人拿到移民签证以后 就可以用移民签证 进入美国取得绿卡 好 我们这期视频讲的是 绿卡持有人 如何为配偶申请绿卡 如果你有申请绿卡方面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 可以在屏幕下方找到 请继续关注我们 新卫民旅所的YouTube视频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